打高爾夫球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一直專注在下一桿 過去的那一桿其實它已經發生了 也已經不重要了 那講起來很容易 但是當下你要去做的時候 其實很困難 就是唯獨你知道自己下一桿的重要性 改變未來的一個關鍵點 真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失敗 才會有今天的經驗 老實說才會有今天奧運的銅牌 你假如去看整場比賽的時候 我都是最不被看好的 比賽前我排四十幾名 然後到第一天打完倒數第三名 我連我自己都不看好自己 太太就跟我講 其實我們還有三天還有五十四棟 所以還有機會我們就持續做我們的事 但那時候他有開玩笑就說 第一天成績打完 看起來像我們像是來 到此一有的感覺 最想要奪牌的剎那是 就是跟在團本部整個代表隊的人 一起看楊詠偉的競賽 然後看到他打入決賽 就知道他要買金牌要買銀牌 然後就覺得大家那個氛圍非常開心 我也很想要奪牌 我真的是被其他選手激發 然後也看到杏純 對也看到因為我們跟杏純蠻熟的 看杏純奪牌的時候 我都坐在電腦前面哭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我們就整個隊出去的表現都很好 所以我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 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對我來講高爾夫球比較像是 你跟自己的一個 一個比賽 你在球場你還是只有你自己 教練不能給建議 給建議的話就是違反規則 你就是想辦法去戰勝自己 我覺得高爾夫球很特別就是 我們每一竿大部分除了推竿以外 我們都有可能要走個 100碼 150碼才能到下一竿 所以其實中間有一兩分鐘 你可以去調適自己的心態 或是你怎麼看待下一竿的看法 像老虎之後我們舉例來說 他也會罵髒話 打出一個不好的球 他會當下就發洩出來 就像是一個畫一個據點一樣 這顆球 不好的球的據點 他畫好之後 他就移動到下一竿 可是老實說一直到 雖然學到了 可是你要每一場做得很極致 很完美還是很困難 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 年輕氣盛的時候 罵髒話 那會打自己 也會打自己 甚至也會罵教練 現在比較成熟 比較可以接受說 我打一竿打不好 這是會發生的 雖然我付出很多時間在練習 在準備 可是還是會打不好 其實我們常常講一些就是 跟比賽不相干的事情 例如說晚上又要吃些什麼東西 調侃一下或甚至唱歌 我們從06年就認識一直到現在 我們一直是 互相人生中最好的朋友 也很有默契 像舉例來說 昨天晚上我們在挑一張 這個結婚紀念日的照片 想要post的時候 我們從幾百張照片的檔案裡面 我們兩個居然挑了同一張照片出來 07、08年的時候 我們就去書店裡面搜刮了 裡面關於講高爾夫心理的東西 選手都必須要有非常了解 他們的人在身邊 至少讓選手有一個出口 他有問題的時候 他願意對你傾訴 願意說出來 我對小潘的了解 因為這麼久的時間 他是一個非常 對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 所以我反而是比較需要 讓他學會看到他的長處 讓他不要對自己這麼的嚴苛 從數據學去知道自己有缺點 所以我是選手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的短肝很好 然後我的鐵肝也都很精準 然後這就是我的優點 那我的缺點當然就是 我的距離 因為身材的關係 我的距離也比較短 在開球的時候 比較沒有占那麼多的優勢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吃虧奶 你就應該去補足 你的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身材就這麼小 就在我從物理學來看的話 有可能我只能打310碼 頂多 而且會損失很多的準確度 可是別人 用他80%的力量 就可以打300億 這是我永遠追不上的 那你又何必花那麼多心力 甚至你有可能冒很多的風險 像是你失去的精準度 還有你的身體可能會受傷 我覺得聰明的選手 他就是會發揮自己的長處 然後把他放大 就是短肝推肝 還有鐵肝的精準度 那開球我們距離上比較損失 比較吃虧沒關係 可是我們精準的放上球道 然後再從那邊開始去 去執行我們的計畫 這個是我在星期天 正歸賽18的推肝 然後推進一個超過10時 19%的推肝 我非常緊張 每次比賽到第一動 我還是很緊張 從我五歲開始到現在 還是一樣的 做一些對自己的觀察的話 Self-awareness 我們人會緊張 會有一些徵兆 像是有人手會冒汗 有人走路會比較快 我覺得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你發現自己有這些徵兆之後 我們可以做深呼吸 我們有些人會甚至說 走路故意走比較慢 也會幫助你不要那麼緊張 然後當然就是Self-talk也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會自己 在球場上跟自己講話 而不是說在心裡低估而已 聽到自己講話 或是講對的話 我覺得那個身體 潛意識裡才會去做 你想要他做的事情 你假如都看不到自己的話 那你永遠都是處於被動的狀態 當我在美國讀高中 然後那時候不能回來 是因為我在美國多花一年讀英文 他那時候已經 他是癌症末期嘛 就在我不在的時候 然後我也無法回來的時候 我就走了 然後這 就算是 算是人生最大的遺憾吧 其實我還是覺得爸爸在我身邊 因為爸爸的聲音 就是在生前 他有說過 我上了天堂之後 不管怎麼樣 我也會盡力把你的球提進去 所以當然有達到我們小時候的夢想 我們全家的夢想 打進美群賽 拿到冠軍 也沒有想到會有奧運 這麼樣的一個好成績 所以我覺得爸爸在天上會 會覺得很開心 最辛苦的地方 當然小時候家境不好 所以其實我們很在資源上面 或是就連打球的基本配備好 像球桿啊 球啊 我們都比別人不好 資源不好你也會被欺負 大部分都是因為跟身材有關係 因為主事者都會覺得說 我們要打高浮球要又高又壯 自然的就把我排除在外 11歲我第一次代表國家 去菲律賓打一個 國際型的青少年比賽 然後就拿第一名 然後第二場 也是出國 也是國際型比賽拿第一名 我覺得那時候還好還很小 我當然去美國是15歲嘛 所以15歲之後反正就事情簡單很多 15歲以前就是 就是台灣的一些主事者 都會說這些話 對 我覺得在那裡我看到更 更大的世界 對 你打好你受到的尊重也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更讓我覺得 這條路的發展是有機會的 而且過去的經驗也告訴我 你做好之後那些講你不好的人 也會回來找你幫忙或求你 所以其實蠻開心的 對啊 打出成績 讓成績聽你講話 這就是一切 謝謝 了解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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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